一名男骑士他骑车准备回家 都已经快到家门口了 突然窜出了男子 还当街高举手上的利器 是一把刀子 吓得机车骑士逃到路边 眼见对方还直接追上来 不断的挥砍 双方对峙的时候 骑士不小心摔倒 手部也被刀子割伤 血流如柱 幸好他现在已经被送医治疗 没有生命危险 这是发生在今天早上9点多 难头疾疾 这一名受伤的男子 是当地的李干事 当下他骑车准备要回家 在距离家门口 大约10公尺的地方突然遇袭 而且这一名嫌犯 还是他的邻居 李干事的父亲说 他儿子也没有跟这个嫌犯结怨 突然就遭到了持刀恐怖攻击 市医院就是说来到被人家 这人家赌到这也没办法 这政府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你像这样 你驾到我告诉你 我们学生还成功比较大 他还要挣扎 那堵起来 他会把人家赌进去 他等下来 有民众向警方公称 嫌犯平常很少跟人打交道 目前他是被靠在派出所里面 还没有做笔录 那么警方说之前 也没有听说他们两个人有过节 突然就持刀追砍 那么李干事因为伸手抓刀的关系 手部伤势比较严重 没有生命危险 现在还在医院处于伤口 接着 感谢观看